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近日举办的线上,把人说明会上介绍。在高效能运算、智慧型手机、物联网平台业绩带动下,该公司今年第三季营售为172.8亿美元, 达成该季营收介于167亿美元至175亿美元之间的目标,较第二季增长13.7%,毛利率较第二季上升0.2%。 前三个季度,该公司累计营收为496.74亿元。据此推估,2023年全年营收将比去年减少8.7%至9.76%。 该表现略好于台积电早前所作,今年营收将减少10%的预估。 预期今年第四季营收介于188亿元至196亿元之间。 台积电法人说明会被视为台湾乃至全球半导体产业重要风向标,相关业绩说明及展望备受关注。 台湾媒体甚至以台积电称盘,台股收复师徒,重返16400点之上等语言报道该公司对股市表现的带动。 同时,这家全球最大晶片代工厂也认为,半导体市场的拐点终于要来了,人工智慧领域的需求将是其长期增长的助推计。 尽管过去几个季度,半导体库存积压导致台积电的业绩持续承压。 台积电三季度营收同比下滑10.8%,净利润同比下滑24.9%。 但值得注意的是,这两项数据均好于分析师预期。 更令人鼓舞的是,台积电预计第四季度的收入和利润将继续高于当前分析师的预期。 根据台积电的预测中值,其四季度营收将同比下滑4%。 这种相对乐观的指引显示,台积电认为半导体市场的拐点就在眼前。 的确,台积电有一些很好的理由来期待更美好的日子。 台积电表示,已经开始看到智慧型手机和个人电脑需求趋于稳定的迹象。 但总裁魏哲嘉表示,目前下结论还太早,这不一定代表市场将强劲反弹。 台积电预计今年的资本支出将为320亿美元,低于2022年的360亿美元。 除此以外,蓬勃发展的AI也正在成为半导体市场的重要支撑。 台积电表示,AI应用领域的晶片需求仍然强劲,尽管它还不足以抵消整个晶片需求的周期性波动。 该公司透露,AI应用仅占其收入的6%,但预计未来5年,这一细分市场将以平均每年50%的速度增长。 乘着AI的东风,台积电的股价近年以来已上涨21%,相比之下,去年下跌了27%。 短期内,台积电面临的问题是,如何提高产能以满足AI快速增长的需求。 由于ColeOS先进封装产能吃紧,AI晶片出货量受影响。 随着晶片尺寸不断缩小,找到更智慧的方式将不同类型的晶片组装在一起也变得越来越重要。 特别是对于像AI这样的需求非常高的应用。 台积电目标是,明年将ColeOS的产能提高一倍,但实现这一目标还取决于其设备供应商的能力。 美国AI晶片新规或威胁半导体市场,复苏台积电相对乐观的展望,进一步印证了半导体行业正逐渐好转的迹象。 台积电晶片设备主要供应商ASML最近发表了对2024年的冷淡展望,但预计2025年将强劲复苏。 不过,大多数分析师预计,整个晶片行业的下行周期将比台积电预期的更早触底。 但值得警惕的是,美国AI晶片出口新规加剧了半导体市场复苏的风险。 日前,美国进一步收紧了AI晶片的出口管制规定,并扩大了受管制的国家范围, 汇达A800和H800等AI晶片对华出口将面临尽受风险。 台积电也为汇达代工AI晶片。 据汇达此前介绍,第二财报季,来自中国市场需求,在汇达数据中心业务收入占比高达20%至25%,创下历史新刀。 对于该新规的影响,台积电高管表示,新规可能导致一些产品不能运送到中国。 这几天,公司正在评估影响。目前来看,对于台积电的影响有限和可控。 知名分析师顾明基则表示,尽管台积电提到,观察到在PC市场有早期的需求稳定迹象。 然而,市场原本对PC产业复苏的预期更为乐观。 市场原本对PC产业的预期是,今年上半年见底,第二季度与第三季度库存回补,第三季度至第四季度开始看到需求恢复成长。 AI供应链方面,或是说NVIDIA供应链,大部分与PC产业重叠。 他认为,今年,AI与辉达供应链股票的上涨,除了ChatGPT爆红外,关键也在于,市场域今年下半年,PC需求复苏并恢复成长。 他的最新调查指出,PC与笔电出货在第四季度将季度衰退,与市场乐观观点预期的季度成长相反。 虽然衰退幅度不大,符合台积电所说的需求稳定迹象,但对许多AI股来说,可能意味着,仍看不到第四季度营收强劲成长。 此种低于预期的业绩表现,不利同时是PC关键供应商的AI股票的交易气氛。 分析归分析,台积电的竞争对手可一时也没闲着,如英特尔正在积极推进四年五个制程节点计划, 将在2024年至2025年搞定Intel 20A 18A工艺,其次认为分别相当于2奈米,1.8奈米,尤其后者预计会反超台积电,重夺领先。 对此,台积电自然不会坐视不离,对自己的技术也非常自信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声称,根据内部评估,台积电N3P新制程,即3奈米工艺,在性能方面就可以媲美Intel 18A,而且更早推出,更成熟,更省成本。 他还强调,台积电的2奈米工艺比Intel 18A更加先进,2025年推出的时候将成为最先进的制程工艺。 Intel 20A 18A将会引入全环绕炸极电晶体Ribbon FET,以及背部供电PowerWire。 台积电的N3N3EN3PN3X3奈米系列,则依然是传统的FIN FET电晶体,2奈米工艺上才会上马GAA全环绕电晶体。 其中,N2版本计划2025年下半年量产,N2P版本计划2026年底量产。 此外,台积电公布,今年全年资本支出可达320亿元的较高水平。 主因是,人工智慧需求强劲,智慧型手机和个人电脑客户持续向3奈米制程产品推进。 据介绍,包含3奈米、5奈米、7奈米的先进制程晶片,今年第三季在台积电营收中占比达到了59%。 其中,5奈米工艺为台积电贡献了37%的收入,遥遥领先其他节点。 其次是7奈米16%,28奈米10%,16奈米9%,3奈米在这个季度第一次为台积电创收,就带来了约10.3亿美元。 相比之下,5奈米工艺在2020年第三季度首次商用取得收入约9.7亿美元,占比约8%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表示,3奈米制程处于初期扩增产能阶段,尽管该公司仍受到半导体产业持续调整库存的影响。 但目前,3奈米制程晶片产品需求强劲,明年台积电渴望健康增长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